最近,网络上出现了一辆非常特殊的99A型主战坦克 这辆主战坦克采用了白色的伪装 而这一层伪装实际上却并不简单 具体都有哪些先进技术呢?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 最近,网络上出现了一段99A坦克的训练视频 我国的99A主战坦克在冬日里身着黑白相间的伪装 之所以说是冬季伪装而不是涂装 是因为99A采用的并不是普通油漆 如果仔细观察就能发现 该坦克身披了一层由坦克吉利服支撑的多光谱伪装网 就像狙击手穿着吉利服一样融入了周围环境 而这种雪白色的涂装本身可并不简单 这可代表着我国在装甲车辆伪装技术上的最新成就 早在前些年,中国兵器集团曾经在VT4坦克上展示过一款多光谱伪装网 结合之前的新闻,网友发现 多光谱伪装网并不是黑白两色的伪装网 而是体现了我国装甲车辆伪装技术的最新成果 他还表明,中国的装甲伪装技术或许已经开始向作战部队普及 首先发现敌人的战争意味着掌握了进攻的主动 装甲车辆还可以在很远的距离上被敌人发现 即使将迷彩服涂在车辆的表面融入到周围环境中 也无法躲避红外热成像和毫米波雷达 现代战争中,为了提高生存能力 坦克还必须重视隐身技术 隐身技术的重点是降低红外光的强度 甚至减小探测雷达截面积 当然了,大部分坦克其实都没有安装雷达 都是依靠热成像捕捉或靠肉眼直瞄 所以进一步减小车辆的目视信号特征 包括可见光和热成像信号 就是如今坦克发展的其中一个趋势 而基本做法是使用伪装涂料或者伪装网 使车辆反射光与背景反射光接近 降低车辆与环境的光学对比度 这样就不易将车辆从背景中区别出来 在坦克隐身方面 最极端的例子就是如今波兰和英国 就合作研制出的世界上第一辆隐身坦克 PL-01 PL-01坦克有一种六边形的硅材料 坦克使用这种材料后 它的表面温度就可以调节了 士兵只需要按一个按钮 坦克就会自动采集周围的温度 湿度等进行计算 坦克表面将会调节到能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的温度 据说这种坦克还可以改变自己的红外特征 在敌人的红外探测下能将自己伪装成一辆轿车 瑞典萨博公司为德国鲍2A7V坦克提供移动伪装系统 号称可为任何一款战车量身打造伪装网 披在战车表面不影响正常工作 炮塔可自由旋转 美军曾对其进行试验 M1A2坦克覆盖了MCS 直到200米外才被防守方发现 那么近的距离已经来不及做什么了 MCS能使战车在可见光 热红外等多种波段上隐身 其特殊的表面结构 减少了车身表面的反光 也使车身外形显得模糊 该系统减少了车辆与周围环境之间的温差 将敌机的温度呈现在检测图上 显示为红色斑点 在伪装网内 有特殊的涂层和金属纤维 可以使车辆减少被雷达发现的可能性 此外 MCS还能充当遮阳伞 在高温条件下 能使战车里的士兵感觉到凉爽 凭借着这些优势 MCS在军贸市场的销量自然不俗 许多国家购买了自己的装甲车辆后 使用MCS 使用后效果很好 而我国这款99A坦克的隐身设计 则要现实的多 这款吉利福在视觉伪装上的效果 主要靠的就是贴近环境的颜色 但是其涂料却拥有隔绝热源的功能 能明显降低自身的红外线特性 特别是对发动机散热口的高热信号 对于各种红外线制导的反坦克导弹 也具有一定的防御效果 而这种更加现实的做法 无疑也更加方便于 在作战部队中大量推广 如今添加了多光谱伪装网的VT4 已经出口到泰国 这款吉利福功能多 隐蔽性好 安装去除都很方便 未来将应用于越来越多的国产坦克 如15型轻坦黑豹 此次99A雪地伪装的露面 说明这种新型多光谱伪装网 或以装备一线部队 必将全面提高 我国主战坦克的隐身能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